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 菲律宾南部在2号发生了规模7.6强震 飞国当局还警告 恐怕会引发会灭性的海啸 呼吁沿海地区的民众得要进行撤离 地震就发生在当地的晚间10点37分 在这个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 震源深度是32公里 菲律宾火山际地震研究所表示 比一般潮汐高出有一公尺的波浪 将会冲击到海岸边 所以建议民众得要撤离到较高的地方 又或者是比较远的内陆地区 而台湾的中央气象局则是一度发布了海啸警报 在凌晨3点的凌晨已经解除了